小燕哥哥 这场大赛 可比内院选拔赛水平高多了 看来这次得全力以赴了 不然想要进入前十 还真不太可能 小燕哥哥一定行的 我行不行还不敢肯定 不过你一次上的话 想必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是啊 薛儿有实力就不上 真是浪费机会 我期待呀 我期待呀 萧云 希望我们 别在大赛一开始便撞上了 那样的话 可实在有些尴尬 林学长可是强绑第二 如是开始就遇见 那也只能说是我倒霉了 那可不见得 对于你那速度 我可是心计得很的 以林修衙的实力 竟会忌惮萧炎的速度 是萧炎什么实力呀 难道也极为恐怖不成 嗯 前几日 我们又去了深山 这次可如愿了 别提了 那畜生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一见面就开启狂暴血脉觉醒 若不是我们跑得快 恐怕连大赛都参加不了 得不到就算了 反正只要能进入强绑拳时 便能够到天坟练气塔底层 接受本源星火断体 到时候你们也能够借此 踏进窦王级别 希望如此吧 听说你在塔中 又与柳晴那帮人有了中途 他们在墙榜上有着不少运河 若是在比赛上遇见 你可要小心点 这天我等了很久 希望这次 你运气能好点 哼 就是这女人当日打了我一巴掌 你若想要我给你机会 就必须给我出这口气 哼 香妍 自己的女人可得看好一点 不然的话 我不建议帮你管教一下 这里不允许动手 不过赛场上 我会帮你逃回来 我操作 既然人已到齐 那么内院强榜选拔赛 正式开始 下面桶中有25个蓝顶链 25个蓝顶链 票数都是一到二顺数 颜色不同 数字一致的两个人进行对决 接下来十人一组上台抽签 快看 是霸强柳琴 这个霸气与强蛮的灵力气势 恐怕整个内院也只有他们具备了 李修衍 我要跟女人走高飞 救命啊 第三个人是谁 怎么上去的 不知道啊 根本没看见她的身影 这个速度 也太恐怖了吧 她这身法等级不低呀 这个小家伙怎么会风雷阁的不传之计 这个小女孩是谁啊 她原来参加乔莽大赛 你干什么玩笑 这么小个丫头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丹药要吃完了呢 知道了 在此之前 我要提醒一下 大赛意在锤炼 而非拼生死 还望下手时 掌握好分寸 这老托可真啰嗦 我 我先去抽签喽 哒 哮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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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哒 哒 哒 哼 夫妾 蓝底 十五 该死的混蛋 没想到萧炎哥哥的对手又是白城 这家伙真是隐魂不散 手下败将罢了 那家伙对你怀恨在心 虽然你不拒他 可也要小心点 第一场比赛 十八号对战 全手上台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不知道 我的对手将会是哪位强者 没想到我的对手绝是个小屁孩 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看来这次我又能进棘了 小妹妹 放心吧 磕个我 会手下留情的 喂 老唐 磕业开始了吗 开始吧 记得手下留情 莫要伤人心意 大长老放心 我自有分寸 小妹妹 虽然我会手下留情 但你也一定不会好受 毕竟 我可是强绑排名第三十三的强者 废居 哎 这是哪儿来的极品呢 好蛮横的力量 能有这样的力量 恐怕真如老师所言 此言 是一种罕见的上古遗众 拿一拳套啊 剩下得骗他自己的抗打能力吧 这场比赛 紫言胜 找到你了 你下手还真狠啊 有一次我看见他打胜一场比赛后 居然当众嚣张地说 下一个要打败的就是你呢 这些事我自己能解决 你可以不用拐的 哎呦 不帮你的坏 你就不会给我炼制好吃的丹药了 现在我帮你教训了那个家伙 你可是欠了我一个人情哦 好 算欠你人情了 萧颜雄 没想到你和紫言学姐这么熟 学姐 原来是你啊 上次比赛跑得可真快 这比赛可真无聊 你们玩吧 今天看来是没有我的比赛了 萧颜兄弟和紫言学姐很熟吗 还行吧 那就拜托萧颜兄弟和他说说 如果在赛场上遇见 败倒是无所谓 不过 能不能别让我输得太难堪 等见面了 那我会帮你说说 大恩不言信 第二场 十五号 终于轮到我了 萧颜 这次就算拼了命 也要让你失去争夺前世的机会 萧颜和白诚 哦 这两个家伙又碰一起了 哼 真是原家路者 这可有好戏看 第二场比赛开始 这白诚 这白诚 好像变得比上次强了不少 哼 难怪有几分信心 原来是突破了一起 不过 光屏之还不够 你 这持法 威力很是不凡的 你 你的头发 小妍 你想不到吧 诚哥自从败给你后 便闭关苦休 最终 虽然他秃了 带你变强了 我闭嘴 小妍 我竟然必定将你废掉 我信你欠代价 是某种秘法 虽然曾福比天火三旋变差了许多 但似乎也不能消去 好快 好快 x2 7 2 4 5 血液瓦裂 死吧 硝烟 不好 老大 干得好成哥 硝烟这下倒霉了 最好当场死掉 这就是那小家伙的一伙吗 在这般年龄就把一伙掌控得如此纯硕 简直是不可思议 硝烟这家伙果果然底牌不少 没想到清零地心火压缩成的铠甲 防御力如此强悍 不过对斗气的消耗也着实无力 哼 硝烟 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只要逼出你的底牌 消耗你的斗气 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想进入前十 做梦吧 小青 上面 小青 摩托腾 这环弹下杀我 不 不 快 收 毛 毛 本场比赛 消炎胜 本场比赛 消炎胜 这白城真是废物 你若遇见消炎 可别这么丢人 放心吧 飞儿 只要能够遇见 我定然会给你讨回公道 你可别小看消炎 否则的话 也会跟白城一样 消炎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斗技消耗过多而已 倒是没想到 白城居然会有血涤八裂 这种玄阶斗技 而且那提升实力的秘法 也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白城的家族 虽然在整个大陆 只能算是二流实力 但却比加玛帝国的 三大家族 要强生不少 看来我可能是这里 最势单力薄的吧 香炎哥哥可是无凭练要事 就算是窦黄强者 也要笑脸相赢 谁敢说你势单力薄 下一场 十七号 柳青要上了 一起看看她的本事吧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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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赢者已到齐 比赛 开始 柳青学长 蓝银领将 小蓝银领将 员 柳青 优优独播剧场 这柳琪 果然是个强劲的对手 柳琪的两大绝技 第一是猎山枪 第二便是这大猎批关掌 这找法他锤炼了二十多年 可谓是炉火澄清了 彼此结束了 不管你如何蹦他 在大哥面前 也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连肉体力量都这么强横 果然是个劲敌啊 不过林学长能将柳琪打败 想必实力也更强横吧 当年胜过他只是侥幸 你若是拿出所有手段 我想 就算我与柳琪 想要胜你 也不会容易 那白城想消耗我斗气的打算 可是要落空了 以我无品又要事的能力 短时间内恢复状态 并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 明日比赛 怕是比今日的更为凶险 毕竟今天能进击前二十五的 基本都比白城墙 尤其柳琪的大脸皮关掌 恐怕我的八级绷都有些比不上 管他呢 不管遇见谁 都必须全力以赴 前十的名额 我必须占一颗 小姐 一个月时间已经到了 您还不离开吗 再等几天吧 等萧嫣哥哥顺利取得大赛前十 我便能安心离开了 可是小姐再不走的话 家族可能就会派人 昨天一共有二十五人进击 因此今天的比试 将会有一人轮空 无条件进入下一轮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这个名额将会给到紫妍 各位参赛者 对此可有意义 啥子才有意义啊 发布的这个白鸡 多空敢 就是 谁叫我做第二个 既然大家没有意义 那么强榜大赛第二轮比试 正式开始 第一场三号参赛者上场 是林秀养 是林秀养 来自林秀养 我爱死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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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养 您看 我爱死你了 赶紧打吧 早打完早结束 来 葱宅 你 大神 乖 你 替 叫 уш 不 可 各 好诡异的攻击方式 柳青有双绝 一爪一枪 而能够一直压他一筹的 林玉玖牙 更是有这两种 毫不逊色的绝活 这等诡异的攻击 应该也是一门 很强的精神斗技 看其斗技的运用方式 喂喂 你不想知道 是什么绝技吗 爱说不说 这无趣的家伙 林玉玖的绝活 便是一缠一刚 缠名为缠蛇手 能将对手的攻击 压制到一个极小范围 肯定的对手不从施展 简直就是牛皮糖啊 那所谓的一缸呢 这我也不太清楚 林玉玖的一缸 就像柳青的枪 很少有人能令他施展出来 当年柳青就是败在上面的 不过 他们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吧 我可是从几个长老嘴里听说 你一人单挑一个拥有斗宗 强者的宗派 最后居然还全身而退 我这次进入前十的话 会在内院当一年左右的长老 一年后 你若要回加玛帝国 叫上我呗 你别误会 我的梦想可是要游历整个大陆 道士一定叫你 林修雅获胜 林修雅 林修雅 太棒了 林修雅 林修雅 那就是 下一场比赛 七号 该我了 小颜哥哥加油 不知道小颜这次的对手 会是谁 是他 怎么会这么巧 看来某人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 他的斗器属性 即使是强绑前十 碰上了也会头疼 萧嫣这次 得拿出点真本事才行了 幸运的家伙 一路走来竟然这般顺利 不过 你的好运 就让我来帮你终止吧 杨胜 你若是输给了那家伙 以后就别在我这边出现 看好吧飞儿 我会当着你的面 把硝烟打的跪地求饶 可以开始了吗 你狂妄 比赛开始 小颜的尺子虽然威力强横 但却受空间限制 并且妖神的等级远胜小颜 看来小颜小家伙 这次想要进击可不会太容易 剑斗意识倒是不错 不过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等级的差距 天火三旋变 第一场 星莲 变 什么情况 小颜居然能跟摇生战争平手 这速度内两战斗意识丝毫不落于瑶尚 连斗气也能持平 甚至人不可貌相 瑶尚 你给我拿出点装盆水 可不能输给这个废 可不能 得一个什么劲儿 等那废物伴在瑶尚手中 靠着我修了他 得赶快翻出胜负 否则飞尔会不高兴 神与水剑 死 神与尚 你 整个场地都是我的地方 你还想打你跑 这场地是 锁定我 斗七花意 太酸了 太酸了 斗王 不对 是飞行斗技 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有此等稀罕斗技 还好还好 差点还真以为这小子已经进入斗王界别了呢 想当年老夫拼死累活修炼了好几十年方才达到斗王的实力 若是这小家伙二十不到就能达到这一步 那我们可真是白活这么大岁数喽 你们别忘了消炼还是一名无品炼药师 原来是飞行斗技啊 施展这种飞行斗技要消耗不少斗气吧 我不信你能一直在空中待着别下来 的确挺麻烦的 不过只要是水 总会被蒸干吧 血 死了 失去黑水剑 调剑的速度就要被消炎压制住了 有时候有麻烦了 接下来 看你还有何手段 你以为飞在空中 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烟灰寺 有毒 有毒 烟灰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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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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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炎 好样的 硝炎 好样的 太巧了 太巧了 不愧是你跟柳行都看中的人 厉害 本局比试 硝炎胜出 本局比试 硝炎胜出 好样的 硝炎 好样的 硝炎好样的 好样的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腰上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新人 给我闭嘴 看个比赛 大喊大叫想什么样子 好样的 看了家伙以后 还敢不敢来挑衅 真没想到 你这家伙 还有这种罕见的飞行斗技 硝炎 恭喜恭喜 打败了姚胜 可以说 进入前世也就稳了 运气好罢了 若不是刚好克制她的黑水戒 想要胜她也不容易 这一战 你可是错了柳琴那一派的锐气 以后怕是再也无人敢想瞧你了 对了 大会结束后 跟我们去一趟深山吧 毕竟那东西 对你也大有弊意 敌心脆体辱 这事 后面再说吧 到柳琴出场了 她这次的对手 可是抢往排名第十一的强者 八星斗铃级别 此人的实力 在内院都算是佼佼者 可惜遇见了柳琴 比赛开始 共俩 认输吧 朱琴 绣下 太霸道了 太霸道了 大哥 快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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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霸道了 太霸道了 你已是半只脚探入窦王界别了 不 还是无人能压制他们了 那妮子 你呢 哦 肖炎哥哥觉得呢 好 逆子 我知道你天赋强 这点从小便是 虽然很少见你真正出手 但我能感应的 你如今的实力 应该比我强上许多 可是在我身边时 你几乎完全收敛了 自己的光芒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 而压抑自己 相反 我更喜欢你的耀眼 那样我会有追赶的动力 萧嫣哥哥 想看薰儿耀眼的一面 那等比赛结束 给萧嫣哥哥看一个 最耀眼的薰儿 萧嫣哥哥 睡了吗 哦 还没 妮子 萧嫣哥哥 看什么呢 哦 哦 啊 妮子 这么晚了 找我有事 给你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孝元哥哥 别耍无人 这是什么 一卷斗计 不过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 斗王级别才能开启的斗计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东西也太贵重了吧 从小到大 孝元哥哥就没收过 薛儿的一件东西 好吧 我收下 记得哦 一定要等到 进入斗王级别才能打开 不然 反而对孝元哥哥你不好 嗯 还有 驼舍古地狱的事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否则 会有很大的麻烦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还有大战呢 这妮子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好像在交代这些事 不许是我多想了吧 老师 你能看出这卷轴是何物吗 不行 上面有特殊的印记 除非强行破开 否则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何斗计 不过 以你那小女友的身份背景 这绝非凡物 小姐 您将那东西给萧嫣少爷了 可那是组长大人好不容易猜 萧嫣哥哥比我更适合他 这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就算父亲也不行 是 小姐 萧嫣哥哥 萧嫣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真正的强者之路 便需要看你自己了 希望日后再次见面时 你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强到让萧嫣仰望的地步 mensen 一大早就不见你 原来躲在这儿了 哪有 只是不想打扰你休息 今日的比赛 也不知道会 霓子 能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是 我不开心 你 你这样子 做什么去了 我就去神山里逛了逛 好不容易找到一株看得上眼的灵样 结果 竟然有一头斗黄级别的魔兽 在那边守护着 斗黄级别的魔兽 我可不怕那头魔兽 当场就和他打了一架 不过 最后打不过 就逃了回来 那家伙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他可是积极实实挨了我一拳 被我打得皮开肉战呢 不愧是玛丽王 这股恐怖的怪力 就算是斗黄魔兽挨了一拳 也吃不消 小言 下次我们一起去 我来拖住那家伙 你趁机去拿灵样 我可不想去送死 那可是斗黄级别的魔兽 不够意思 小言兄弟 希望今日的对决可别让我们碰上了 我可不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上你 真要是碰上了 我怕是要倒霉了 有我 招着你 谁给让你倒霉 哦 原来是你啊 待会儿可别让我在台上碰到你 不然就算你主动跳下场 我也会追着你揍一顿的 学姐 那院里还没有谁敢和您对抗呢 在你时下 哎呦 小祖宗 你可别添乱了 我知道了 萧嫣怎么和这蛮力王关系这么好 经过前两日的淘汰赛 这次的强榜大赛还剩下十三位选手 按照以往大赛的推则 我们今日会随机抽取六人进行三场比试 落败的三人持续近期的资格 而获胜的三人 则连同其他骑名选手借鉴强榜前驶 这种规则是不是不太合理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第一场比试 严昊 对战 前末 哎 点儿可真够悲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修炼风术型斗气的 可别小瞧了这前末 他也是上界墙榜前驶的高手 严大哥 待会儿您轻一点 你那乌钢锤的力量不得了 我的小身板可倒不住啊 少废话 姐老子 让我看看 你那金环剧比以前厉害了多少 第一场比试开始 施展金环剧极其消耗斗气 以前末的实力 仅能施展出十次最强攻击 青环剧最能发挥威力的地方 应该是偷袭 这种正大光明的比赛 不适合前末 他撑不了剧场 再来 我等着你剩下的机环呢 严大哥 那我就得罪了 你 哎呀 看他 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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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比试 延后获胜 接下来第二场 紫妍 太好了 昨天被那头魔兽搞得我满多的活 这下就好好出出气 紫妍队 秦阵 运气大好啊 这小丫头可真是个恶名远洋啊 秦阵人呢 怎么还不上来 快点 我又忍不了了 秦阵说他闹肚子 今天请假没来 刚才说话的就是秦阵吧 不是他还能有谁 八星斗灵强者能闹肚子 也亏该想得出来 既然秦阵闹肚子 那这一场的获胜者便是紫妍 气死我了 接下来最后一场比试 第一位选手 柳琴 这可不比紫妍好对付多少啊 这大张老鼠真黑啊 柳琴队 萧颜 太好了 可惜了 多好的一个小家伙 大张老这手 小家伙 对不住了 萧颜 这次你死定了 这就是棒啊 喂 要不 我去把柳琴打一顿 只要他不能出场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拜托 你们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有请参赛者上台 不怕 哥 狠狠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小炎哥哥 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放心吧 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 既然战斗不可避免 我自会放口一搏 不要说我轻视你 猎山枪只对够资格的对手使用 我希望待会儿 你能具备这个资格 很快你便会知道 我有没有资格 青莲变 我早说了 这家伙在我哥手里 根本不看影情 经kon服钱 这耳机 我也要不许 靠andro wear no 壹 唄 狠狠 治allow 鲸 弹 當你劈館爪 不錯的精神鬥技 不過剛猛有餘 耗盡不足 那可違皮 暗盡 怎麼可能 我居然把柳琴給逼退了 好樣的 小燕 幹得漂亮 我仍不能抵抗你 不過想靠這邊打敗我 可還差了點 試探結束 可以認真戰一場了 你 是 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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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四 一 小 三 三 居然竟然惹人惹我 虽然有些野蛮 但这才是男人的战斗方式 强谋第三果然厉害 可来得想想办法了 终于撑不住了吗 我倒要看看 你这盔甲能抵挡多久 鬼头 那家伙快不行了 萧嫣的战斗力确实非凡 不过与柳芹的战斗 恐怕还是要以失败高中了 这股能量波动时 这事 现在想走 滚了 消炎 我早听说 萧嫣掌握了一门 威力极大的火炼斗技 但应该没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吧 他现在已经晋升到斗里 斗技的威力自然也水涨船高了 柳芹呢 难道已经 太好了 老大没事 你很不错 有资格让我动用猎神枪了 这招 我本来是留着对于李秀牙的 不过如今用在你身上也不算是损墓了它 小炎 如果没有技巧我这招 强绑前三 柳芹双手奉上 没想到 柳芹连猎权枪都用上了 这么一个新人 居然能把内人老牌强者逼到如此程度 算他伤失本您都费的黑马了 我刚用了绝招了 这可是玄界高级斗技 小炎输定了 对吧 柳芹要动真格的了 小炎 你会怎么接他这一招 好 我们便最后一招 变胜负 柳芹学长 强绑前十的名额 我萧炎 要定了 这 这是什么斗技 看这等天地异响 至少也是个地界 这硝烟 到底还有多少地牌 这两人的斗技 怎么会突然比先前强了十倍不止 罢了 倒是如果真无法控制 我才出手便是 切中 大灭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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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 快看 搞什么 两个动灵战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 这还是动灵期间的战斗吧 是 是 快 快要斗击护体 要是被这个能量波及到 我们之中 没有几点人都活下来 空间封锁 空间封锁 放屠 好险啊 幸好大招落在这儿 不然我们都会没命 这两个家伙也太无奈了 为了个强王前十 至于吗 小眼哥哥 小眼哥 小炎哥哥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已经用斗气封住他们的弓体 不会有事的 小炎 哥 你怎么样 大哥 你醒醒 说句话呀 想不到 以柳晴的实力 竟然也会被萧炎搞得这么狼狈 这应该是内院强榜大赛 搞出动静最大的一次了吧 大长老 两人都昏迷了 这场比试到底算谁赢 这局就以平局结束吧 他们两人并列进入前十 我宣布 强榜前十名的名次争夺赛 全部结束 因伤势缘故 柳晴与萧炎并列第十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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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没能和柳晴萧炎战一场 实在是遗憾了 按照历届规矩 强榜大赛结束后 人人都有向新进的 强榜强者挑战的机会 不知道谁愿意把握机会 上台试一试 挑战什么呀 强榜上的都是怪物 难道我吃这套苦吃 就是 看看萧炎和柳晴那一战 谁让敢上去挑战啊 萧炎哥哥 你不是说 想看到萧炎耀炎的一面吗 那我便抽手给你看看 是萧炎啊 你想挑战谁 灵秀芽 这不是萧炎的女伴吗 她怎么突然要挑战我们帮主了 苏芽 要报出不应该找萧炎的猎身帮吗 萧炎姑娘 那就请多指教 不过这场地 告一吧 那萧炎姑娘 萧炎得罪 甲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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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重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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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好 我去输入 这不是 萧嫣拥有的实力 不可能的 既然他那么强 为什么之前不参加全身名次赛 一直以为 萧嫣是这界最黑的黑马 没想到凶尔小姐才是 你这实力 可以直接去找紫妍学姐棋村了吧 我对枪帽大赛没有任何兴趣 挑战你 只是萧嫣哥哥说 想看见我耀眼的一眼 不过可惜 他却没能看见我 如此优秀的女孩 为什么以前都没发现呢 萧嫣兄 你好福气啊 对了 本来就知道 你会有那个人 你会有什么人 看见你 不过